胖迪可以说近两年最火的演艺圈 新近小花旦之一了 行着不俗的屏幕表现 和清秀美丽的外表 圈粉无数 无论走到哪都是人气爆棚 当然事业的成功 也为他打开了不少门路 各种综艺 广告代言 电影 时尚等领域 也开始涉及了 胖迪自从参加了真人秀 综艺奔跑吧 兄弟后 其综艺范也被大家熟知 其中 与陆寒的绯闻 也承包了一段时间的热搜 在胖迪退出了跑篮后 让粉丝们唏嘘不已 在粉丝们觉得可惜之际 消息报道称 胖迪加盟了漫游全世界 拍摄地点在美国塞舌尔 还在那里度过了他 26岁的生日 同一起拍摄的 当然还有王洛丹 望远 6月3日 胖迪在微博晒出一张美美的照片 可以说是生活十分惬意了 这道旅行纪录片漫游全世界 从开播以来就备受欢迎 作为一道慢综艺 更观众们呈现的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伴随着轻快柔和的VGM 迪丽热巴会带领大家 游览美国塞舌尔海岛的美丽风景 感受当地居民的人文情怀 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 美国塞舌尔拥有世界上最美的拉齐奥海滩 细白软和的沙滩 一望无际的蓝海 还有各种高大的棕榈植物 让人不由的和侏罗纪公园的场景联系在一起 同样 彻底物种丰富 有世界上大的海贵 说到吃的话 迪丽热巴估计会带大家领绿一番 游美景怎么能没有美食呢 说起塞舌尔的美食 芒果之生雕鱼片 鹦鹉鱼壶 茄子嘎鱼鸡的 都是当地传统美食除此以外 或许对广大网友来说 福利了 塞舌尔作为世界著名的潜水圣地 胖迪怎么会不给大家替大家体验一次呢 不过好像热巴从小怕水呢 不用担心 胖迪为了观众朋友们 克服了对游泳的恐惧 不仅学会了游泳 还学会了潜水 身体与深蓝色的海水中为一体 各种各样的鱼群随身伴舞 五彩的珊瑚在水中摆动 似乎挥手之意 据说还有惊杀 不过 有网友表示 期待热巴的泳衣罩 这或许才是重点吧 美景 美食 热情的居民 以及美女迪丽热巴碰撞在一起 会产生怎么样美妙的画面呢 粉丝朋友们 快快去关注吧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